維珍銀河是由維珍集團創辦人 查理布蘭森所創立 公司成立的宗旨是要實現 商用太空旅行的夢想 而在8月1日 這個夢想離實現更近一步 維珍銀河取得了 商業太空旅行的初期營業執照 這個太空旅行的夢想 是由白色騎士二號噴射機 將太空船二號 再運到一萬五千公尺的上空 接著在釋放之後 利用太空船二號的火箭 飛行到地球一百公里的上空 讓艙裏乘客體驗幾分鐘的 無重力狀態 以及觀賞地球與太空的美景 最後太空船再減速返回地球 維珍銀河公司的太空旅行夢想 並非一帆風順 2014年10月 太空船二號在一次試飛時爆炸墜毀 造成副駕駛死亡 正駕駛重傷的嚴重事故 事故經過將近兩年後 查理布蘭森在8月1日 風光地再次槍四人 展示他的新太空船二號 以及測試他的滑行狀況 維珍銀河計畫生產 五艘太空船二號飛行艦隊 而要完成這項太空之旅的代價 並不便宜 目前票價為25萬美金 但是已經有700人搶先付了定金 未來如果太空船二號 一切是非順利 並且通過安全測試 最快在2017年 就能完成商業太空旅行的夢想